我就觉得有些时候你应该强大的时候就强大 该温柔的时候就温柔一点 还是要做一个小女人的 再强的女强人不也希望自己的老公在某一个时刻 她累的时候能靠在肩膀上哭一下吗 你没有想过你在她肩膀上哭的那种情景吗 没哭 对啊 多累啊 你期待有一天她突然趴在你肩膀上哭吗 期待 挺期待了吧 但是我估计她真哭的时候你能吓死 哎呀妈呀 怎么回事 天都塌了 所以很多爱情它没有一个模式 爱情是没有模式 因为是双人互动嘛 人际互动一定没有模式 就是你们自己舒服就好了 我觉得你们今天来要求改变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其实你们还希望这个感情能够更良性 对吧 老师们其实已经开了药方了 你把它总结起来是什么 女生学会温柔一点 男生呢 学会体贴一点 顺从和体贴是两回事 对吧 这是第一层含义嘛 第二层含义 双方都要聪明一点 你别硬碰硬的就来了呀 对吧 第三层含义 学会欣赏彼此 性格这东西确实需要欣赏 你不欣赏容易受伤 然后呢 反正从我的角度来说 就这样的年轻人还是好好谈着吧 你们可别分开了 分开再找挺难的 你呢 就接着这样 挺好的 有一类人在生活里面就是需要被管教的 就外面可能很强 其实你要想 被人管很幸福 对吧